好同学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填达空格并画出y等于负0.5x平方的图形 那么在这一题它有负2负1 0 1 2 那么所对应的函数值也有三个空格要我们填 其中x等于负1的时候函数值负0.5已经给我们了 还有x等于1的时候函数值负0.5也给我们了 而且它也帮我们在图形上已经标出来它们的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函数值11算出来 然后再帮它点坐标给标上去直角坐标上 好那么第一个x等于负2的时候函数值y会等于负0.5乘负2的平方 好那么我们把它算出来负0.5负2的平方是4乘上4之后会等于负2 所以第一格是负2所以说它的坐标就是负2负2 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函数值y就等于负0.5乘0的平方 0的平方还是0所以等于负0.5乘0所以等于0 好所以说它的函数值就是0它的坐标就是00 好那么接着第三个x等于2的时候 y等于负0.5乘上2的平方所以等于负0.5乘4 所以说这个乘出来等于负2 好所以说最后一格填入的就是负2所代表的坐标位置在2负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它所代表的点负2负2 00还有2负2描绘到直角坐标上面 第一个点负2负2我们可以看到x等于负2 y等于负2到这个点 好所以说把点给标上去 接着第二个点00 00就是圆点那我们直接把它给标示上去 00在这里 好接着第三个点2负2 所以x2y负2下来到这里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的图点也标上去 好把它标上去之后 所有的点都标出来了 那么我们最后我们再用一条线 把它给全部连起来 好把它给全部连起来 好那么老师这边没有画得很标准 不然它应该是很对称的一个抛物线图形 那么接着我们开始来回答一些问题 二次函数y等于负0.5x平方的顶点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抛物线的顶点 就在最上面这个点 它的坐标就是00 所以说我们把它给写上来00 好那么00为图形的最什么点 它是这个图形抛物线的最高点 我们把它填出来 它是最高点 好那么这就是这个部分 你一样就像不可看 我已经是这样就像不可看 我现在就像不可看 我但你也不看 这边就像不可看 我这样的那边